欢迎收看3月3号的中佳新北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先来看到新世博有线电视 身为在地的媒体 除了长期关心地方事务 也对中永和地区的社福单位 还有团体的付出是不遗余力 也希望和社会善心团体 一起来合作 把爱传出去 异象箱的卖片 饮料和白米等生活食品 从车上搬下来 都是要来捐赠给中和大同育幼院 希望这些零食和卖片 能够成为孩子下课后的点心 现在正逢开学之际 院长黄建峰 感谢新世博的抛砖引玉 也希望善心人士 能够持续关注大同育幼院 刚过完年 孩子们也都开学了 所以其实目前 我们当然比较期待 社会大众可以对我们 有孩子的教育生活费 这边能够有一些帮忙 因为都开学了 那物资的部分 目前因为刚过完年 所以在过年前 其实有很多三星人士的 那个物资的一个捐赠 其实基本上 目前都还算可以稳定的 有这样可以满足的情况 所以要谢谢贵公司 在这个新春开工 能够也把我们 目前比较需要的一个物资 可以送到我们这边来 新世博有线电视公司 董事长陈焕鹏 有感于每次公司开工 或是普渡等节庆 所留下来的物资很多 如果能够捐赠给地方需要的团体 那更可以将普通的事情 化作小爱 让更多人受惠 中家新北新闻 综合采访报导 春天就下摆脱负担 换装BB两年最多省3300 120枚每月888 还加价换装金2000元 比比BB比较好